每年秋天都會過近臺灣東部 飛往東南亞過東的猛禽赤福音 現在已經一批一批的在飛越東部山區 這幾天陸續就有民眾拍到一大群 赤福音在空中隨氣流盤旋 而今天剛好也觀察到了 大罐就和上百隻的赤福音 一同盤旋的難得畫面 成群結隊的赤福音過近東臺灣的天空 鳥友們把相機對準天空猛拍招 上個星期台東縣野鳥學會的會員 就陸續觀察到腹部羽毛紅色的赤福音 開始過近東部天空 也有的會從樹林中起飛 慢慢隨氣流盤旋飛到高空 但大部分隨氣流飛來的赤福音 會隨著氣流一下低飛一下高飛 數量一多還會形成密密麻麻的陰柱景象 往高空盤旋 12號還有鳥友 剛好觀察到也是猛禽的大罐咎 跟一百多隻赤福音一起盤旋的難得畫面 很興奮 突然就飛來了一群 對 然後牠就一直往上盤旋上去 每年九月主要看的就是赤福音 那這個赤福音會從韓國或中國東北方 南千經過台灣 然後飛到菲律賓旅宋島的地方去渡東 那通常赤福音在過境都是比較大量的出現 赤福音是小型猛禽 被列為二級寶玉野生動物 現在在樹林中可能會觀察到牠們的密室行為 不過鳥友們最想看的就是一整群的赤福音 隨著氣流飛過的鷹河和鷹柱景象 台東線野鳥學會表示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牠會看到成千上萬隻的赤福音 飛越台東和墾丁的天空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